民眾一早出門上班上課 大雨滴滴答答下個不停 不過週三過後 總算能告別壞天氣 同時20號之天 更是24節氣的古雨 24節氣中的古雨 就是代表著在春天 這種叫入春之後的時間來臨 其實雨水有一些開始 慢慢變多的狀況 台灣附近是有受到南風北風 一些交互作用的影響 所以水氣還是比較多一點 天氣上有時候不太穩定 春天過後雨是趨緩 全台未來一週天氣 也會慢慢升溫 21號開始北部氣溫 就會接近20度 一直到夏中一 氣溫甚至來到30度 不過早晚日夜溫差大 還有局部降雨發生 外出也得留意天氣變化 明天可以明顯感受到 東北季風整個減弱 跟今天相比在高3度以上 拜五之後西半部地區的高溫 都有機會回升到30度 24節氣當中的古雨 代表著雨水會增加 因為冷暖空氣交會降雨多 是氣溫開始回溫之時 適合農夫播種耕田 因為古雨時節 常在下雨 濕氣比較重 因此中醫師建議 民眾食補 可以選擇鄉村 黃豆芽 馬尺縣桑盛 等等比較調養脾胃 養生的食材 春天即將結束迎來夏季 夏週四 菲律賓東方海面 有熱帶擾動發展的跡象 會不會發展成台風 影響台灣 氣象局表示 還要再觀察 新新聞賴一軒 謝宏睿採訪報導 吉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